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所有的作品其实包括很多不同的系列 很多种不同的片幅 有用保丽来的 有用135的 也有大画幅的这样子 但是在这所有的照片当中 我觉得可以归纳出的一个主题 就是城市和共生 城市是我们整个文明最伟大的发明 可以讲我们有三大发明 一个是美元 一个是英语 另外一个就是纽约 这个是我们最伟大的发明 但是这三样东西会不会吞没 我们会不会在时代当中 发现自己无处安身 那就实现了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共生 我觉得这个是我最关心的 也是可能是每个人最关心的 这不是一个大问题 你可能也会遇到一样的问题 这一组作品我花了大概花了三年的时间来拍摄 它只在两个城市拍摄 一个是北京 是当时我工作和居住的地方 另外一个是上海 是我的故乡 我每一次从北京回到上海的时候 我都会花很多功夫去寻找场景来进行拍摄 从画面上你可以看见 其实是一些在白天也许是司空见惯的一些场景 那些霸车道的但是荒凉的夜间的大陆 有几万个人居住 但是却没有任何声音的一些小区 白天可能熙熙嚷嚷的操场 但夜间只有风的声音 或者是一些河边的安静的沉默的城市的景观 基本都是这样的一些场景 我希望它是可以跟人引起共识的 甚至你从来没有来过上海 你看到这些照片会觉得似时非时 也许我到过这个地方 我记得我刚开始拍这个系列的时候 我很天真的以为 我把照样机架在那边 然后按照科学的曝光参数按下去就能拍摄 但是我发现了很多的问题 是我之前没有预料到的 比方说我在拍上海的一个码头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完美的拍摄场景 但是照片拍了一个礼拜 没有一张是成功的 为什么 是我最后发现了 我所站立这块土地 它并不是真的陆地的一部分 它是一个缓慢沉降的一个平台 你站在上面 你不会觉得任何变化 但是如果一旦一个曝光半小时的照片出来之后 你发现所有东西全是虚拟 就像是大卫科普菲尔的一个舞台一样 这不是一个理想的拍摄状态 在我小时候我一直在梦想说我要有一个照片机 我要有一辆自行车 想要的两个东西加在一起 就是我能够骑着自行车 拍我看见了我感兴趣的东西 以我在上海拍摄 如果这也是勇敢的这种照片的经历来讲 我碰到过非常不一样的奇怪的事情 我在阳谱区拍摄夜景 碰到过警察和毒贩的枪战 我在闽航区拍照的时候 曾经有汽车停下来 要求我停止自杀 我曾经在鲁关区小区里面拍照的时候 被本地的大妈用上海话反复盘问 我觉得这样的事情可能只有在上海才会 遗患 香艳 风雅 市井 这是不可琢磨 我相信包括我在内没有任何一个上海的摄影师 可以或者有野性体现城市 这个城市的风貌 是不可能的 我相信 我相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